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谈恋爱是很简单的,不必考虑别的,快乐就在一起,不舒服了就分开 将来要步入婚姻的话,就必须要考虑了 就算是夏小兰,一旦确定了要和某个人结婚,将来也不会轻易离婚 谈恋爱分手会难受,结婚再离婚那真是一场伤筋动骨的战役 她现在不得不正视自己和周成之间的差异 周成若是没底线,就踩到了夏小兰的底线 夏小兰也发现了,有什么话都不能忍的 要是上次来看周成就把话说明白 两人的想法达成一致 石家那边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不上不下 小兰,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周成看着她 夏小兰眼神没有偏差,也没有退缩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一时的气话 如果我们的差异如此大,将来一起生活几十年 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 周成的眼里酝酿着风暴 她向来都是媳妇说啥就是啥,有什么事都顺着小兰 愿意把积蓄都交给小兰 早早地就认定了小兰是她媳妇 这倒不是亏欠敢作祟,是周成自己愿意 打从心里她没把小兰当过外人 夏小兰这话来得太突然了 周成还记得,三月的时候小兰仿佛是想提结婚的 那时候她全然沉浸在石楷牺牲的事里 看了石家人的崩溃悲痛 第一次生起了不能让小兰面对同样境况的惬意 也就是说,三个月前,夏小兰想结婚 而她自己则退缩了,想不分手 现在周成挺过来了,调整好心态 又有信心后,夏小兰却说两人不适合一起生活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哪有人只谈恋爱,不结婚的 那她成什么了,别人又会如何看待小兰? 这时又倒退回了一年多前的状态 还是小兰要分手,可换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我不同意 周成眉头都快皱成了个穿子 又重重说了一遍 我俩感情好好的,为什么要让别人的事影响我? 石家那边你若是不喜欢,完全可以不管 夏小兰很失望,推开她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周成心里慌得很 以前不能联系上,却能感觉小兰的存在 现在,小兰就站在她面前,却好像隔着千里远的距离 我会给你时间自己思考的 周成,别让我等太久 夏小兰说完,没让周成回答,就去拉开了房门 她走到一楼,关卉额和康伟都在 小兰,你们谈得怎么样? 夏小兰摇头 周成还没想好 阿姨,这事我不能再管了 她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非要揪着石家补放 是没把周成当外人,才要和周成一起承担石家的事 周成现在说,她不用管 夏小兰的脸皮没那么厚,还要自己抓着补放 那就让周成自己管,夏小兰几乎在一瞬间就下了决心 康伟瞧着夏小兰脸色不对,猜也谈崩了 再听夏小兰的话,岂止是谈崩啊,事情很糟糕啊 橙子哥 康伟小心翼翼凑上前 周成从楼上下来,显然有点恍惚 像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明白了,却不愿意接受 小兰 夏小兰坐到了椅子上 我们的事以后再说吧 光阿姨和康伟好不容易来看你一趟 你陪陪他们 夏小兰只是拒绝交谈 周成眉心地穿字扭成一团 光慧娥左右看看 这时候她说什么都不对 周成,你跟我出来一下 康伟你留在这里陪小兰说说话 你是怎么想的 光慧娥单刀直入,直接就切入了正题 和小兰吵架了 周成,这对象是你自己也找的 最开始我不同意 你自己很坚决地要找小兰 现在我们家都接受小兰了 这姑娘的确是很优秀 你那边却自己出状况 妈,不是你说的 光慧娥提高了语速 那还能是怎么一回事 你自己在外面买了房子的事 我和你爸都不知道 秦眼是你之前刀腾香烟赚的吧 我没指望你能给家里多少钱 但你随随便便地 就说要把一套四合院 过户给魏娟红 你别说小兰生气 连我都不同意 其实,光慧娥也想过 把四合院买下来给石家 但她也不可能给魏娟红 而是给石大娘 魏娟红是个年轻的寡妇 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嫁人 光慧娥要给房子 也是给石凯亲妈 给魏娟红算咋回事 由周成出面把房子 过户给魏娟红 将来就更扯不清了 光慧娥人到中年 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事多了去 照顾战友遗孀 照顾成一家人这种事 还真不少见 别说周成在和夏小兰处对象 就算周成是单身 光慧娥也会对这种事 严防死守 她能认可夏小兰 是因为夏小兰自己优秀 经过了这么些事 光慧娥很欣赏夏小兰 魏娟红是石凯的遗孀 拖着两个孩子 原本还有个朴实本分算优点 现在 这最基本的优点都丢掉了 光慧娥在她身上 就没找到闪光点 这样的人 要是将来黏上了周成 光慧娥估计能气得心梗 她最瞧不上魏娟红的 就一点 要嫌卷烟厂的工作不够好 倒是拿出点本事来证明自己 不止那能力呀 自己没能力 周家帮忙把工作从博通县调到京城 反倒是惹了一身骚 明明是掏心掏肺 替石家着想 魏娟红一点都不认可 光慧娥想要送房子 其实也是心里觉得没劲 就像小兰说的 给一套房子 重新安排工作 这边和石家 是不是就能扯清关系了 如果能 光慧娥真舍得 周成被亲妈 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搞得发懵 小兰不同意 亲妈也不同意 她对待石家的方法 真的有问题 周成不太确定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差异 夏小兰和观慧娥是防威杜剑 周成是内心坦荡荡 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可夏小兰不能接受 周成知道 这事要是搞不好 她媳妇真的没有开玩笑 说什么以后再谈 分明就是要分手 她们没想到 却也有点 遊行 我 她们 这事要是 寫